解放咯,自由咯 带着狗子去钓鱼 目前只有部分区域放开了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在这边暂时再待两天 等全面放开以后再出发 今天把这个相机绑在狗子身上面试一下 这样可以解放双手 不会影响我钓鱼 现在已经完全入秋了 早上出门必须怼穿厚一点的外套 夜间温度也比较低 也是从今天开始 白天最高温度也不会超过30度了 草花我的尾巴好长啊 这样拍我感觉我好伟岸的 看我像不像个大尾巴狼 就华岸走起路来屁颠屁颠的 天气冷了好像雨也不怎么好掉了 可能温度还没升高吧 今年的卡拉斯就不去了 门票200多有点贵 随便欢悠欢悠 等疫情稳定的就往内蒙走 今天的风把人都快吹倒了样子 去河对面看看 前几天在水里面钓鱼的时候 还不觉得这个饿河的水有点凉 九皇突然发现一只小鸟 小鸟小鸟你给我站住 做核酸了没有啊 哪有免费给你做核酸 抖了一下把我的摄像头擦了给抖下来了 地上跑的还是干不过天上飞的 干不过我叫沙啪料 蟹粪 反向再来一下 哇你们看我优美的生枝 在夕阳下显得那么耀眼 又给我抖了一下 撒完尿你不抖吗 真是的 解放了第一天 对面河边有几个小孩在那边烧烤玩水 还是年轻好啊 游过去都不怕冷了 我跟九皇就在岸边走一走 钓钓鱼就好了 孤云一夜之秋 我这可是真的一夜之秋啊 就是从昨天开始天气变凉的 这天气冷的好处就是蚊子都没有了 感觉昨天都冻死了 然后阿勒泰也会进入这个最美的金秋时光 草啊你掉了半天一个屁都没掉上来 你看我至少画了一块地盘 虽然风挺大的 但是呢九皇还是安静的等着我 因为今天他知道他会吃鱼 明天去街上买点羊肉给他补一下吧 天转凉了 老板需要补补身体 长长镖 以应对后面的骑行之路 记得干净行间的时候炒到还有点绿呢 现在河边的这些炒已经变得枯黄了 钓了个一二十条 够两顿就回去了 帐篷扎在一个废的房子里面 都是一些破烂应该没人要 新建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把鱼开弹破度洗干净 腌制后晒起来 太阳大你看一下子就干了 有哪个狗子会拒绝小鱼缸呢 但是呢今天给九皇做的是新鲜的 总给他做油炸的会比较上火 这些小白条把它煮一下 然后把鱼肉鱼刺分离 然后再拌点米饭 一个鱼汤拌饭就好了 因为九皇早上吃了点狗粮 所以我米饭放的有点少 怕他吃不完 草啊你这样用筷子 别人说狗子从来不吃主人筷子上的食物 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别的小木狗 我给自己弄了一锅番茄鱼 每天宅子的日子过得好快呀 一天就这么结束了 挺上挺颓废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拜拜